大家好,我是拉仁哥 今天是2024年7月19日 又是美丽新香港楼市速遞的时间 大家听到的声音是否应该都差不多康复了 我想我已经有九成半康复了 好了,今天的标题就是 大陆老鼠冷死 我先讲一些老大来香港投资的历史 最初他们只会玩住宅 那时候温州帮最流行的是 一圈圈卖,现在不是我们的西饼客 是一圈一圈卖的 比我们现在的西饼客更厉害 后来终于看到别人说 炒商下、炒铺铺不好运 又加入炒铺铺 现在就算死了 一会儿会跟我们计算 外面全8亿铺王 黎永涛被银行逼死 其实我觉得这个消息是不正确的 为什么我今天会拿出来说 其实我昨天也有看到一些YouTuber说的 我也有听 但我觉得资料都是不尽不实 本来我都不需要回应 但在讨论区竟然有人提到 拉人哥说过去的 我说的不是他 所以这里我也要做个澄清 一会儿会有一小段澄清的 好了,在未开始之前 如果大家还没订阅的 请帮忙订阅 请赞同一个分享给朋友 如果有时间的话 请帮忙看完广告 你都可以买得不死 坦白说,很多大佛都只是乌尔 Sir的 我们来投资给乌尔 Sir的 今天跟大家介绍乌尔 Sir的大佛就是这个 零售市道不景,市区的铺位价值不断向下跌 在铺市高峰期入市的内地买家 现在的军军就输死了 其中佛山信联集团 在2011年以4.71亿 集合了旺角石油街 36-42号的荣高楼地下 12567号铺 连同12楼的全层 和3楼的BD室 在2018年 曾经的意向价是6.8亿放售 2018年卖不到 2019年卖不到 到2014年才卖到 那不就糟糕了 怎样糟糕呢? 终于将意向价降至2.5亿 大家记住,意向价 即是还没估出 估出来就更加伤 别人说 你叫2.5亿 我没有给你2.5亿 可能给你2亿 1.8亿就算了 如果我们就当作2.5亿 这个叫价 在高峰期来说 相差了63% 就算买入价 他也要输47% 很明显 现在还没买出 这个单位一定投降输一半 这个物业的地铺面值 总共有3600尺 一楼和二楼有3500尺 商场部分 总建筑面值 大于10600尺 再加2个住宅 单位大约550尺 总楼面面值 11700多尺 市场消息清 现在整个物业 每个月的租金有75万 如果以最新的放售价计 就有3.6厘 大家记不记得 以前我们炒货炒鸡 的时候 一厘都没有 或者是一厘多 所以他十几年前 买回来 用4亿多 大家记得到 一厘左右 其实他当时也是 最近在市场传 黎永偷被银行召喚 就逼死了 今天也有YouTuber 昨天说过 他的影片我看完 我觉得有很多东西 都是不对 本来我也没有打算回应 他 谁知道今天 这个讨论区 地产讨论区 竟然有人提出了 我的名字 因为早几天 我在Patreon 曾经说过 有个炒家 可能会破产 可能会破产 因为被财务公司和银行 追得很厉害 亦都出了一些传票 如果他真的没有人救他 除非他有白无事 否则真的会破产 我在Patreon 说的 很多人就估计黎永偷 其实就不是黎永偷 所以这里我要讲清楚 Patreon说的不是黎永偷 如果大家想知道哪个 就不要省了40元 你40元都不肯给 在外面猜猜猜猜 就立即说 那是黎永偷 一定不是黎永偷 我亦都很肯定跟你说 今次这个狼打过来 很多富豪都是选手 但选手 未来代表他们一定有问题 黎永偷应该都是选手 因为大家都看到 他有些铺位是输了 对不对 这个是实力 报纸都看到了 但我觉得 他知道 在这个选手的阶段 他是没事 最后他也没有事 我发觉他 我就跟那些YouTuber 或者跟网上说 他的那些意见 全部相反 因为这里始终是楼市速度 我要报其他楼市新闻 就不要说太多 如果有时间 或者我开一集 分析一下黎永偷 为什么今次狼打过来 都没事 看看有没有时间 和灵感 因为最近有灵感 才能做到 这里或者日后再说 我只是想说 我在Patreon说的主角 就不是黎永偷 大家就不要乱猜错了 好了 现在星期五晚 我们看看中原承线领先指数 中原承线领先指数 中原承线领先指数 最新报140.89 按周跌了0.25% 已经是连续五周 共跌了2.51% 亦都是6月22日 屯门Loflan 第三P期次伦 销售当周的市况 中原研究部就说 这个发展商 继续以低价推售新盘 二手成交售眼 但CCL跌幅稍微收线 前周跌0.69% 上周跌0.4% 本周只是跌0.25% 本周就创近8年 407周的新低 重返2016年9月底的水平 今天2022年 就累跌了4.29% 指数较2021年的8月 191.34年的历史高位 就跌了26.37% 较设立之前 低位是143.02% 跌了1.49% 中原有一段新闻 我不跟大家看看 只看它的标题算数了 它说 写字楼售额和银行叩 中原在下半年 都出现夹下意外成交 我估计 中环中心 即是 叫万五一尺 应该差不多成交 所以出来 先打针 大家不要以外 为何这个中环中心 成万四万三 哈哈 那我们又再等一段时间 我想这个 好像这么便宜 突然间便宜这么多 我想都很快就得到 去这个中环中心 等又正式成交 我们再报导 看看一个商下成交 商下的市场 仍然处于低迷状态 部分甲级的写字楼 连环都业主抛售 中环甲级指标 这个皇后大道中九号 最近一货低层单位 以4000万亿手 尺价值22663元一尺 如果是这个皇后大道中九号 高峰期六万元一尺 即现在跌了三分之二 据悉这个物业 是由外资证券行 罗沙证券家族持有 并且是用作总部 市场消息指 成交物业 就是皇后大道中九号 七楼一室 建筑便值1765尺 单位是交吉形式放售 最初叫价4300万 一路减 减到4000万 便逆手 尺价值22663元 我们看看 这个罗沙证券 何时卖进来 很早 是1997年 以2770万 卖进来 今次持货27年 转卖 卖了1230万 期内卖了 升幅44% 今次罗沙证券 卖出售22600多 它不是最低 最低是之前 五月份 冠南湖集团 以3.1亿沽出29多全层 当时的赤价是22500多 即便宜 百多元 也创造了 这座大厦十二年的新低 但市场传闻 在10楼有一个单位 现在的二向价 可以调到22000元 如果这个成交了 便是最低 但22000元 它现在是二向价 随时 2万元成交 那我们又看看 会不会又有什么低价成交 我会密切留意 这个王夏大道中九号 好了,说一下住宅的二手成交 好,说到这个王烛坑地铁站上去 其实现在是卖到第三期 三期都未卖完 即是第一期是晋环 第二期是阳海 第三期就是这个 Blue Coast 接着这个 是不是海盈 什么东西 它有一个去第第四期 不是有些卖过 其实还有 我估计还有一半的物业 在后面好像六期或七期 很多的 我相信这个王烛坑地铁站上去的物业 应该是一个哭云在厕所系列的 哈哈 我想前期 这三期的 很多都要输 我们又有一个 就是输家 这个就是晋环 有间三房 刚刚是1980万 就沽出的 那么业主持货三年 就虚了43% 那看看这个 成交单位的资料 这个成交单位 就是王烛坑站 港都南昂 晋环第一A期 高层支室 上面值是840尺 是一个三房套房 以及工人房间格 最新就以1980万 就沽出的 那尺价只是23571元 23000元 是不是长实的价钱 是的 那如果你想想 发展商后面的期数 怎么推 一定要比长实的价钱 除非楼市都升上去 是吧 如果没有由你贵 长实的价钱 但是我看 如果大家都知道 这几年我比较看得淡一点 我看过楼市 也是慢慢的阴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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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楼市只会不断地向下 所以发展商开出来的价钱 一定要比长实便宜 他才能去到货 如果未来发展商开出来的 赤价比长实便宜 今天之前买的买价 每个人都哭云在厕所 所以我想这个是 哭云在厕所的系列 最多的苦主 也是最大的跌幅 好了 看看这个业主何时买回来的 原业主在2021年中 以3199.3万 就一手买的单位 现在账面 就输了1,219.3万 如果加上洗费 更加就会亏了1,375万 期待的跌幅是43% 其实就未必有43% 为什麽? 因为你有回涌 进环的回涌 我就不知道 如果观众知道 就在下面留言 进环有多少回涌 柏维森好像出了回涌 柏维森的回涌 柏维森的回涌 好像是3% 那现在星期就买柏维森第二张价 大家记得问这个经纪 拿回来的回涌 那在这个节目完之前 都要跟大家讲一讲 明天的二南 和后入的柏维森 究竟是卖成怎样 是吧? 那二南其实收票 收得很好 收到好像是四千多 五千多张票 那以它那麽小的楼盘来说 成绩是非常之好的 那我估计二南应该买到六成以上 尤其是那些便宜卡单位 和小单位 应该就第一时间清晰了 那可能上面的三房 或者贵的那些 就没什么人买了 所以我觉得 可以买到六成以上的 而星期日开售的炮维森 我估计它买多少呢? 我就不估计它几成了 是吧? 因为我不知道中间 会不会有油价推出来 那不如估计多少火了 是吧? 我估计90火左右 为什么我会说火数呢? 因为 根据它第一次买到180火 然后第二次应该买一半 那就是90火 所以我设计90火左右 就不估计它几成了 那好了 那我们明天就知道 二南买多少 然后也后天知道 这个泡维森买多少 那到时呢 我们就会有特别的报导 那现在的时间差不多了 那多谢大家的收听 和先收睇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